这几天的日子过得实在乱七八糟,蓝忘机还有醉酒断片的破毛病。蓝忘机清醒过来,看到被他揉搓得浑身全是红印子的魏无羡,魏英。他这段时间,记忆一片空白,留在了喝那口酒时。闻着空气中浓重的葡萄酒味,蓝忘机有些傻。 魏无羡继续运转灵力,感觉自己恢复得差不多,蓝小二,以后不许你喝酒了。蓝忘机抿嘴,嗯,他本来就不喝。 魏无羡拎着衣服出去,去了灵泉池子洗澡去了,蓝忘机闻了闻自己身上甜滋滋的酒,喂,赶紧跟上去。 进水里,魏无羡趴在他身上,任由他给他洗,魏无羡嘟囔,你喝醉了酒,也太凶,了,真是的,要不是我现在修为高,非让你折腾死不可。 蓝忘机温柔道,抱歉,我不记得了。 魏无羡眼睛睁得滚圆,这么刺激的几天,你居然不记得了。 他居然坏笑,嘿,嘿,你知道你干了什么吗? 蓝忘机摇头,不知。 魏无羡神秘道,你把酒倒我身上了,然后你全喝了,我是一口也没喝到啊。 蓝忘机抿着唇,你喜欢,好伤心,他居然不记得了。 魏无羡摸了摸自己受罪的腰,挺喜欢的,不过你玩的时间也太长了,要是玩那么一,两个时辰还行,玩几天谁能受得了,我最后屁股动目了。 蓝忘机摸了摸魏无羡浸在水中的长发,嗯。 魏无羡挑眉,你又恩什么? 莫名其妙的,又答应我什么了? 蓝忘机嘴角一勾,嗯。 魏无羡突然上去,扯起蓝忘机的脸颊,蓝小二,你又自己想什么乱七八糟的呢? 蓝忘机因为被他扯住脸颊,说话不方便,所以也不回答他,就看着他,目光温柔似,水。 魏无羡被他看了一会儿,就软了身子,无奈地松开他,你怎么总给我使三十六级中的三十一级呢? 蓝忘机轻笑,好用吗? 魏无羡又趴回他身上,没好气地道,你说呢? 好用的不行,我快被你迷死了。 蓝忘机抱着他,我意识。 魏无羡,你可别诬赖我,我从来没对你使过美人级呢。 不过,蓝湛,你的意思是,说,我是美人吗? 蓝忘机,当然。 在他心里,无人能及魏英半分,他庆幸他们来到了这个世界,这里只有他们俩,没有人跟他抢魏英,魏英是他的。 魏无羡笑呵呵地,其实我也觉得我自己长得好看,不过在我心中,你比我好看一丢,丢了。 蓝忘机亲了亲他的额头,两人黏糊了一会儿,离开了水池子,换上干净衣服,魏无羡坐在外面歇一歇。 蓝忘机,进房里去收拾因为他醉酒弄得一片狼藉。 到处是葡萄酒流淌过的痕迹,床上是灾难重躯,蓝忘机只能全部拿出来洗一洗了。 本来他们就一套被褥,换洗的时候还被套什么就足够了,现在因为酒都浸了进去,锁,已只能全洗了。 在灵山上除了灵泉还有魏无羡挖的热灵泉池子之外,没有普通的水源,蓝忘机当然不,可能用灵泉洗衣服洗被子。 其实,他们总是在床上浪费时间,真的不愿蓝忘机,魏无羡这人就喜欢撩拨他,蓝忘机明明因为这几天胡闹,想让魏无羡多休息一下的。 可是那红愁上的美人问你,他好,不好看时,蓝忘机又怎么忍得住? 新座的红色床单被照,又被换了下来,换上了一套素色的。 魏无羡趴在床上,透过窗户看着蓝忘机清洗红色的床单被照。 蓝忘机洗干净了,晾起来回了房间里,搓热了自己白皙的手,给魏无羡揉着腰。 魏无羡被揉得昏昏欲睡,蓝湛啊,蓝忘机,嗯? 魏无羡迷迷糊糊地,我们明天去弄一些零食,出海玩玩吧。 蓝忘机,好。 魏无羡,蓝湛,我困,你上来抱着我睡。 蓝忘机看着魏无羡温柔地笑了一声,脱掉外衣,上了床铺,把魏无羡搂在怀中。 魏无羡趴在蓝忘机的胸口上,闻着蓝忘机身上独有的味道,沉沉睡去。 蓝忘机有些睡不着,索性闭着眼睛修炼。 可能是,他们紧紧抱着蓝忘机修炼的时候,竟然带动了魏无羡,两人之间的灵力镜,然互相转换。 蓝色的灵力和红色的灵力融合到了一起,转换得越来越快。 魏无羡都被灵力的奇怪变化弄得清醒了。 睁开眼睛,看着蓝忘机,蓝战,这是双修。 蓝忘机有些震惊地点头,是吧? 魏无羡眼睛一亮,神神秘秘地,蓝战,你说我们那个的时候,运转灵力会怎么样? 会不会效果更好啊? 蓝忘机看着魏无羡促霞的目光,嘴角一勾,试试。 魏无羡捂住屁股,我就是说笑,你刚刚都摁着,我来了好几次了。 蓝忘机,嗯。 翻身压住魏无羡,试试。 魏无羡被亲了两下,便主动攀上去了。 真的效果更好。 魏无羡的精神也更好了,这样子居然腰也不疼了,还更爽了,修炼也更快了。 魏无羡感叹道,之前怎么没发现? 再也不怕浪过头腰断了。 他真的很喜欢跟蓝战亲近,特别喜欢,两人修炼了很久,总算在一个阳光甚好的一天,出了房门。 灵山上流不住血,所以二人走在灵山的路上,捡灵石捡得随心所欲的。 魏无羡做了一个乾坤戒指,专门来装灵石,空间非常的大,直到装满了灵石,二人才回。 乐家,魏无羡在院子里伸了一个懒腰。 蓝战,我们需要带一些什么呀? 蓝忘机,都戴上。 魏无羡笑了笑,也对,反正能装下。 他又做了一个乾坤玉佩,挂在了蓝忘机的腰间。 蓝忘机收拾东西,置于魏无羡手里的。 戒指,他观察了一会儿,他也不太喜欢戴戒指啊,不过因为只是一个普通的玉环,锁。 一味无羡弄出丝线,把玉环绑上,挂在了腰间。 想了想,又做了几个玉环绑了一串。 其中一个用来装他的炼器材料,这样他就可以随时随地地做他喜欢的东西。 他做了一个阵盘,放出来直接可以当熔炉用,用这东西做法器,十分简便。 魏无羡拿出材料,做了一个超级长的钓鱼竿,放了点香喷喷的诱饵,是蓝忘机给他做的。 大包子,好不容易从他嘴巴中省下来的。 大包子中的灵气含量很高,即使魏无羡只是捏了一点皮放上去,海中的鱼也争先咬,勾。 他们修为上涨之后,也有一个好处,即使他们不认识的动植物,也能凭借灵气来感受,这东西能不能吃,有没有毒。 他们当初刚学会这招,把灵山上的植物试了一个遍,倒不是有毒,而是大部分的灵。 力爆棚,不太适合他们吃,容易撑死他们。 魏无羡当时就决定了,等他们修为高了之后再去摘。 魏无羡拉着鱼竿的动作有些吃力,拦战,快来。 拦望鸡正在收拾碗筷,听到魏无羡的话赶紧冲来出来,从魏无羡手里接过鱼竿,一个。 用力,一条几乎是他们身高大小的鱼被拉到了船上。 银白色的鱼身,长得重规重矩的,还有点好看。 魏无羡兴奋地上前感受了一下,拦战,灵气很足,能吃。 拦望鸡,现在吃。 魏无羡摸了摸肚子,刚刚吃了三个大包子,有点吃不下去了,可是鱼这个东西不就是,吃一个新鲜吗? 别了别嘴,那先放了吧,后来我再钓到再吃。 拦望鸡点头,好,把鱼钩从鱼嘴里拿出来,扔回了海里。 那鱼本来都要逃了一命,还没落到海里,被跳出来的一条大鱼给吃了。 魏无羡一愣,这鱼好大啊。 老子大吗? 还行啊,老子不算大啊。 小美人,你长得真好看,能让我撸一下你,吗? 那鱼冒了头,黑白相间的鱼身,脑袋圆滚滚的,长得挺可爱的,可是这声音像,各四十多岁的油腻老男人似的。 魏无羡,你在说话。 那鱼跟着船游,当然是老子在说话。 拦望鸡也过来了,鱼妖。 那鱼兴奋的声音更大了,哦吼,又来一个小美人,我喜欢嘿嘿。 拦望鸡,魏无羡感觉这鱼还挺有意思的,对了,你是什么鱼啊,我都不认识。 拦望鸡抿嘴,他也不知道,根本没见过。 那鱼,哎嘿,我可是海洋之王虎精事业,我跟你们说,在这大海里,你要是遇见了,危险,你就提我就对了,保证没人欺负你们。 魏无羡,虎精,远处的海面上,有水柱喷上去,虎精,他妈的,又是坐头鸡那群多管闲似的,锦号百分号锦号百分号,我去揍他们一顿再回来,小美人等我啊。 虎精快速地游向水柱那个方向,而望线已经被刚刚虎精嘴里的脏话震住了,他们再怎么样,也是世家公子,他们身边啊,有说这么脏的话的人。 魏无羡这么潇洒,肆意的人都没办法重复虎精的脏话,蓝湛,这虎精倒有,哈哈哈哈,说话还挺有意思的。 蓝忘机,当没听到,不许学,魏无羡歪头看着蓝忘机,蓝湛,我怎么可能学,你放心,他的话从我左耳进,从右耳就出去了,我那过目不忘的大脑,根本没有住存他的脏话。 感谢观看